成功的喜悦 唐仙虎被预备雨滩的传奇人物 作为运动员 在1963年至1975年间 创造了国际雨滩上一场未败的奇迹 作为教练 多位世界名将都是出自他之手 2006年 退而不休的唐仙虎重点协助男丹的训练 尤其侧重于林丹的培养 他对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可能以前的林丹可能还不是说特别的稳定 林丹的亚运会我输了 04年的亚运会我输了 当他过来以后 我的08年的奥运会终于如愿一场 而且09年一整年的状态 一直保持很好 这里面有什么窍门吗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他花了很长时间 先去了解林丹 并不是一开始就很熟 一开始我们也是有一个磨合的过程 他在这一年或者一年半时间 不断在观察我 在摸出我的一些性格 或者是什么样的时候我会生气 什么样的时候我会状态很好 他一直在了解林丹这个人 而我在这一年半里面 也是不断地在了解 仓道的一些想法 他要灌输我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他会跟其他的教练 用什么样不同的方法 把你调整到一个最好的经济状态呢 他会去很虚心地去接受一些 专家族的一些数据的一些 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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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 我记得有一年的香港观察的决赛 我也是跟李宗伟 第一句我输了 很快就输了 因为可能也是有风向 很快就输了 好像也就十分吧九分就输了 第二局的时候当时 你知道那个时候也快备上奥运会了 越来越近 就是你的这些主要对手 会把你打成这样 你肯定是会会着急的 所以第二局当时他当时说 你尽量一个球都不要起 就不要起高球 尽量你有机会就一直进攻 一直进攻 我当时会觉得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打 但是因为你输了 你也没有更多办法 就执行去执行 执行执行 坚决执行 执行以后 比分一直在得 一直在得 得完以后到第三局去 他还不用跟你讲 你已经知道 这就是办法 就开始 就一直开始进攻 反败为胜 从这一点就慢慢慢慢 我们会 因为我们是不断地尝试 得到成功的一些总结以后 我们就会加过他 这次你夺冠之后 你也很长时间拥抱他 你有跟他说什么 我觉得跟他脑的感情 其实有的时候是不用 不需要用言语的 因为他为你付出很多 真的是当我需要他的时候 他一定是从副州 飞过来 带着我背上这个 一些重要的比赛训练 我在亚营村的时候 半球赛打完以后 已经很晚了 晚上我起来上洗手间的时候 我发现那客厅灯还亮了 我就看到他和 他和专家组的这个老师 还在看我第二天 要打理中卫的一些比赛录像 我就会觉得真的 七十岁的一个人 我觉得他完全可以不必要